台股前一天的收盘的时候大跌了733点 再加上今天王永庆叙事的消息 台股走势仿佛是一滩死水 那么开盘重挫了177点 接户是整个的跌停的这个所谓的3.5的百分比 这样的一个限制 收盘的时候呢最后是大跌170 跌幅达到3.25% 一共有808家公司跌停板 成交量只有287亿 畅效了93年两颗子弹争议之后的新低记录 不过特别的是 立即建设因为集团负责人郭全骏转为污点镇人 股价涨停所死 变成了万绿丛中的一点红